感谢关注近期白俄罗斯爆发的反GOV的反总统 反卢卡森克的游行示威活动 让周边国家也很紧张 尤其是哈斯克斯坦作为独联体成员之一 欧亚联盟成员之一 与俄罗斯白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哈斯克斯坦也很担心国内爆发类似的游行活动 为此哈斯克斯坦政府在利益分配方面决定给予广大失业低收入劳动人民群众给予现金补贴 已经发放了300多万份的补贴和各类型的补助 安抚了个性 感谢大家 赵斯坦